来看戏剧性的发展 王定宇决定要退出立委的选举 遭到停权半年的台南市议员王定宇 他本来坚持要争取立委的提名 不过就在今天民进党的中常会上 突然间宣布要退出立委的参选 他表示他是不忍心看到党内 因为初选而分裂 为了顾全大局 他忍痛要退出 对于支持他的选民 他万般的不舍 说到伤心处忍不住标类 不过王定宇的退出 也没让李俊逸顺利获得党中央提名 民进党中央已经决定 利用征召的方式提名第三人参选 虽然初选赢了 但是我选择为了这个党 为了2012总统选赢的机会 我宣布退出新农区域的立委选举 面对初选的风风雨雨 王定宇选择不再争取台南第五选区立委提名 忍不住落下男儿泪 站在主席蔡英文身旁 忍痛做出退选决定 我不忍心让台南市第五选区的纷争 成为民进党2012总统大选 最大的一个危机 我更不忍心这么多支持我的支持者或者长辈 像陈老师金老师或者陈唐山秘书长 因为这件事情 变成全力要把台湾赢回来 结果反而变成这场选举当中的变数 被停权半年的王定宇强调 顾全大局才会退出战场 从积极争取到主动退出 其中转折变化耐人寻味 李军与王定宇从初选开始的激烈竞争 到最后平静接受不被提名的结果 过程党中央不断协调 其中更一度传出党内高层 出面劝退王定宇 现任的无法连任 新人也挑战失利 党中央即将提名的第三人选 能否继续巩固台南市第五选区 得看初选后的内伤何时能复原 三连新闻 邱声文 李正道 黄刀峰 黄运 SNG小组 台北财问报道 我们就已经开始认识了